你好,我们是全杰科技,我是高晶海,我们现在开始为您做教学展示 大家好,我是高晶海,现在我们来介绍GeoStudio,一个模组叫Ctune 也就是地下水误览物传送的分析模拟 那Ctune常常跟提配地下水证明分析和VADoC它常常设计 它是一个有限分输的分析的软件 那建议您如果没有使用过本软件,建议您学这个软件,这个影片是最快的 首先我们会介绍您如果定义您的模型,然后模型定义完之后我们就做检查,计算是检查 第三个,我们就看它的结果,结果就在Ctune我这边,看它的整高线,然后可以看出内想线的内容 那使用很简单,你只要按Play,那就可以看出这个路里的画面 那它就会重塑到我做一次入门的给你看 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开始操作给大家看 这是我们的一个模型,那这样是一个土壤是这样的,然后在最左边这边是有水的,一个水的 那我们现在就想要了解它的传输的情况 在权子上前面,它是火山上前面,有水的水滴建图 那是水滴建许的水滴,是10kg3m3 这一个垃圾的水滴建筑是个水滴建筑 那是水滴建筑是那边的水滴建筑 它们就会发生了解决定在沉舱的水滴建筑 是在启迹期間的迫迫研究, which will model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contaminant plume as it advances through the profile with time. 是在启迹期間的流程中, chemical diffusion is considered inconsequential and is ignored in this particular analysis. It is assumed for this tutorial that you are already familiar with the GeoStudio environment. If you have never worked with GeoStudio before, you may wish to first review the Getting Started tutorial for CEEPW. 那在我们GeoStudio里面我们有不同的功能 首先我们当然必须经营我们的结合外形 那前面几个录影带YouTube大概就可以看出 它的结合外形是怎么经营 首先先用Polyline把它画出来 再过来设定你的region 那我们这边 已经把外形跟region 弄好 再过来我们就必须要输入了 它的那一些材料性质还有分析的内容 CTRANW will use the existing CW results 如果我们可以设定它的质料性质量 那在塗料性子一樣,在基因裡面的變化 那我們這邊把它的 在Tensive Key 縱向跟橫向的,它每個是負一定一樣的 那我們把這個Material把它放進去 那它的傳導性就被設定好了 然後我們開始去看一下它的 Grade 我們先看肉依明下我們興趣的地方 那我們這幾個點是比較特別的 我們開始去Define它,然後開始去Round它 然後我們開始Round一下 那它結果就跑出來了 那這邊就會看出多少個particle在移動的情況 那看結果 那當然你就去看Contour的這個指令 那這個 那這個流動的線 就可以移目了然看出來 那這邊還有時間的問題 因為這個傳輸需要時間 所以這個 事實上就是 你根據每個時間 那這邊 那去看一下它傳送的結果 然後在桌裡面 這邊你可以看出 那裡面是來表示 使用這個Cursor to select the paths you would like to be shaded between result information about a specific particle can be viewed by choosing View Particle Information 你可以用 View Particle Information 來看 我去檢查 那裡 那裡是這個傳送的 那裡 你如果需要 這個完整的分析 你在這個 Analysis這邊 很多選項 你可以去選擇 那你在這邊 我們可以 清真 不同的 分析 就在同一個檔案 當然 它的 一些參數 你可以 必須 改定不同的 那我們這邊 就是選這個 這邊就是選 选 然後 這邊 去配取的 分析方式 那這樣就可以做 第二個分析了 使用相同的 幾何尺寸 那 可能 你的邊界條件 也許不一樣 那我們再重新 定義一下 那 方對於防疫線 我們來看一下 在基因裡面 我們新生一個 那 你可以調整 它 現在的名字 然後 這邊 這個名字而已 那 你這邊可以給不同的 參數 那 你也可以給不同的 顏色 那 這邊 粉紅色的 然後 再新增一個 free的 exit 離開了 Bungary 目前free 離開Bungary的 這一個 我們是選 這個 清藍 淡藍色的 然後 插著 這一個 參數 把它定義好 然後就把它指定下去了 OK 那這個 很容易的 就設定 我們的 新的Bungary condition 但是是針對我們 第二個分析 然後按 計算機 OK 那問你要不要存 然後我們 有興趣的是 Run第二個 過個 差不多 可能要等個十秒 那插開 結果 Iteration 因為它 疊在 那就把結果算出來 算出來的結果 我們還是要看 整高線 按下去 OK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污染物 它是怎麼傳送的 然後這邊你也可以 Label 每一個都把它 把它點上去 那數值就會跑出來了 那你如果要看結果 你可以用 View Regal Information 它每一點的 所有的參數 XY 它所有的參數 全部會秀出來 然後這邊你用 按這個 Mass Accumulation 這邊 你也可以看出來 就是整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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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區塊的 那我們還可以建立 某一個區段的 Brought的圖形 那我們當然 必須要定義一下 它的名字 然後你要 顯示的是哪一種參數 要把它做出來 那有XY啦 這些參數 然後你是要選哪一個 的 那麼把它 框起來 然後我們這邊 就可以把它畫出來 那如果你要 做旋轉角度 那這邊按 旋轉角度 就可以出來 那我們可以 複製另外一個 但是我們 選擇不同要畫的 參數 我們選擇 O的 全部 因為這是日期的關係 所以 它 日期 不同日期 把它畫出來 那這邊 非常的方便 這些我們就 選擇 ISONLINE 就是整包線 相整 然後這個是 Toncentration 選擇 然後選擇 ALL的話 那就全部都出來了 這是 處理後處理 規劃的 規圖的部分 然後 我們把Mesh 給移掉 但不是真的移掉 只是沒看見而已 那一樣 把Label 打進去 那你在輸出報表的時候 那就很容易了解 它的污染物 就是 移動傳送的路徑 一日幾日 是怎樣 那在新的工人 你做報表是非常容易 按Report 那我們 輸出 HTML 檔 就是 最習慣的網頁的檔案 就是 如果你需要任何的協助 那我們有很好的補助系統 就是你在問號這邊 你就可以 打進去了 或你到 第一個頁面 這一個按下去 我們有Document文件 可以協助你 在這邊按下去 就會有文件 或者你需要更多的 慣例來學習 那你請你輸入 你的關鍵是 Ctrain 那Ctrain 我們這裡面的慣例都會出現 它直接是有慣例檔 即是工程上的慣例檔 當然我們也會附 PDF的文件說明給你看 那搭配你這樣 你就可以學習更多 在 這個Ctrain 使用的嘗試 因為所有的功能 非常的環富 無法一一解釋 那請您多看我們首次 以及參考我們的慣例檔 那我們的檢視 簡介就到這裡 謝謝您的觀賞 謝謝 全節科技 謝謝您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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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